年关将近为了避免事业单位 因为税修赶工而发生职业灾害 市长城局率领劳工局等人 前往铁路地下化高雄车站工程 进行工地安全凸检 检查之后发现有22项缺失 其中有6项有利及危险予以停工 市长城局要求业者确实改善 以保障劳工安全 是不符合CNS规定的一个 安全网的架设方式 进入高雄火车站地下化工地 市长城局在劳工局人员引导下逐一检查 发现天蓬施工平台 施工架和电斧梯护栏等6项缺失 有利及危险予以停工 另外总共22项缺失 依照职业安全卫生法才罚34万元 工作台它没有设护栏 或者是自身架它那个立柱 它已经被车子撞歪了 那个自身强度都不足了 另外爬梯它没有一个安全的栏杆 那总共罚款是34万 年关将近为了避免事业单位 因为税修赶工而发生职业灾害 市府劳工局特别安排市长城局 前往高雄市目前最大的工地现场 突起检查 市长城局强调市府相当重视 职场安全健康 因此要求业者确实改善 以确保劳工安全 那我们会在整个春安劳动检查的这段时间 随时不疫情对于很多危险的工地 大楼等等 包括这个地方来进行我们的劳动检查 那我们一再的强调 没有什么比劳工的安全更重要 我们是呼吁我们的施工单位 大家不要为了贪一死的便宜 那或者劳工一死的疏忽 造成终身的遗憾 劳工局指出 这些工程大多属于高处 施工架 感电等高危险作业 这一次检查着重于坠落 倒塌感电危害预防 呼吁业者要加强防灾意识 而铁工局人员表示 会督促承包商当天立即改进 紧速复工 也算是全国的第一场 的村庵的检查 呼吁我们的劳工朋友 在这个年节过年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工作安全 希望每一个劳工朋友 都可以非常平安顺利的 跟家人好好的围如过年 光榮工他这个标 他就配有五个劳工安全 合格的劳工安全卫生人员 多在每天在做巡检 这个我们会加强检查的频率 劳工局实施今年春安检查 将有800个场次和6个场次的宣导 将严格要求业者设置安全设施 为落实者将家重处罚 以防止劳工发生执灾 港多新闻林亭阳 磊昌邦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